盆栽是一种将植物栽培在盆栖中 通过修剪、培养、造型等手法 使其呈现出自然景观的微缩艺术 盆栽源于中国 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盆栽不仅能美化环境 增添生活情绪 还能培养人的审美能力和创造力 但是你知道吗 盆栽背后还隐藏着许多科学的奥秘 本文将为你介绍一些先进的盆栽技术 让你从科学的角度 重新认识这种古老而又时尚的艺术形式 什么是盆栽 盆栽是一种利用植物的生理特性和形态特征 通过人工干预和控制 使其在有限的空间内生长和发育 形成具有美感和寓意的微型植物景观的艺术 盆栽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树木盆栽 也叫做盆栽或盆木 主要是用桥木、灌木或竹类植物 作为主体材料 配以石头、沙土、苔藓等辅助材料 模仿自然山水或风景的景观 另一类是草花盆栽 也叫做花卉盆栽或花木盆栽 主要是用草本花卉或多年生花木 作为主体材料 单独或混合种植在盆栽中 展示其花色、花形、花香等特点 盆栽有哪些科学原理? 盆栽是一种利用植物的生理特性 和形态特征进行创作的艺术 因此了解植物的科学原理 对于提高盆栽的质量和水平是非常重要的 以下是一些常见的盆栽科学原理 植物生长素 植物生长素是一种能够调节植物生长和发育的激素 植物生长素主要分布在植物的顶端部位 如金尖、花蕾、果实等 植物生长素可以促进细胞分裂和生长 影响植物的形态和方向 在盆栽中 人们可以通过剪枝、摘芯、扦插等方式 改变植物生长素的分布和浓度 从而控制植物的分枝、开花、结果等过程 光合作用 光合作用是指绿色植物利用光能 将水和二氧化碳转化为有机物和氧气的过程 光合作用是植物生存和生长的基础 在盆栽中 人们可以通过调节光照强度、时间、方向等因素 影响植物的光合作用效率和速度 从而改变植物的生长速度、叶色、花色等特征 水分平衡 水分平衡是指植物体内水分的吸收、运输和散失的平衡状态 水分平衡是植物保持正常生理功能的重要条件 在盆栽中 人们可以通过控制浇水量、频率、时间等因素 影响植物的水分平衡 从而调节植物的叶片厚度、柔软度、光泽度等特征 有哪些先进的盆栽技术 盆栽是一种不断发展和创新的艺术形式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人们不断地探索和应用一些先进的盆栽技术 使盆栽更加多样化和个性化 以下是一些先进的盆栽技术 空中盆栽 空中盆栽是一种不需要土壤和盆栽的盆栽技术 主要是利用一些能够从空气中吸收水分和养分的植物 如风杏子、空气凤梨、兰花等 将其根系裹在苔藓或石棉等材料中 然后用线或链条将其悬挂在空中 形成一种漂浮的盆栽效果 空中盆栽具有节省空间、清新空气、美化环境等优点 水培盆栽 水培盆栽是一种不需要土壤的盆栽技术 主要是利用一些能够在水中生长的植物 如绿萝、富贵竹、水仙等 将其根系浸泡在富含养分和氧气的水中 然后用透明或半透明的玻璃瓶或塑料瓶等容器装载 形成一种清澈的盆栽效果 水培盆栽具有简单易形、净化水质、增加湿度等优点 微型盆栽 微型盆栽是一种利用微型植物和微型盆栽的盆栽技术 主要是利用一些生长缓慢、体积小巧、形态可爱的植物 如多肉植物、迷你仙人掌、迷你玫瑰等 将其种植在直径不超过5厘米的小型陶瓷或金属等材质的盆栽中 形成一种精致的盆栽效果 微型盆栽具有节省资源、方便移动、适合收藏等优点 盆栽是一种将植物与艺术相结合的创作形式 它不仅能展示植物的美丽和魅力 还能反映人们对自然和生活的理解和感悟 通过本文,我们了解了一些关于盆栽的科学原理和先进技术 希望能够为你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和启发 如果你对盆栽感兴趣,不妨亲自动手尝试一下 体验一下这种与植物亲密接触的乐趣 希望你喜欢这篇文章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建议 欢迎随时与我交流 谢谢你的阅读